这或许就是韩国队的暴力 被对手直接撞出城外 看到这一幕 大家是不是非常节气 非常激动 没错 还有人比你更激动 你看这小腿蹦打得多开心 这是2013年短道速华市井赛 本届市井赛王猛王者归来 加冕四冠王 但是比这更激动 那就是在3000米接力的比赛上 我们都知道 在短道速华比赛中 韩国队为了夺冠 那是无器不用 各国运动员都曾遭受过韩国选手的毒手 尤其是中国队身受迫害 而这场比赛 我们中国选手就狠狠地对其进行了反击 最终导致韩国队有恶报 那么这场比赛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比赛还没开始 韩国教练就先给我们表演了一下口技 看着就像村口的大傻子四对 比赛一开始 韩国队就抢到了第一 中国队紧随其后 不过这场比赛 基本就是中国与韩国的交战 其他国家可以忽略补给 比赛开始还没一分钟 四个队伍已经分成了两个梯队 中国韩国在前 比赛开始之后 韩国队是滑在第一的位置上 中国队紧随其后 在前面两届设计赛当中 中国队都是获取了冠军 看看中国队这次能不能三连冠 韩国教练真是勤怀 拿着大喇叭在场边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安德鲁安德鲁 爬德鲁爬德鲁一直叫唤的不停 从哪里回音器了 就是 韩国队和平旗较劲 就是 你可能否证明自己的实力 现在 再次交给第二棒应该就是王萌和朴胜义 王萌手还是背负在后面 他的滑跑状态要比朴胜义轻松 通过俯拍的镜头 我们更能看出来对象比赛 前面很多中国队反抄了 又被韩国队再次抄回来 还有六圈的时候 两队交替领先 虽也没能稳住第一 不过接下来就到了最精彩的地方 还有五圈的时候 两队碰到一起 韩国选手摔倒 中国选手没有影响 看来冠军是文了 我们来看一遍慢动作回头 中国选手给了韩国选手一打 虽然不是故意 但是效果有了 拴死丫头 一碰撞之后韩国队还试图想用水能来带到中国队的前手 当然我们就把他理解为 韩国队失去控制了 这时候 接力棒又交到了王盟手中 别上圈了 王盟越滑越快 这时候他已经开始摆臂了 只要没有判断 中国队将吻获这枚金牌 最终王盟第一个冲写 裁判判定结果出来 是韩国队反规 中国队拿下金牌 不得不说 这场比赛真的是大快人心 干的就是韩国队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中国队的这场比赛 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探讨 喜欢的话就点赞转发吧 我们下期再见